這次的雙年展 這一次的雙年展 基本上是從我們全球化之後 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一些現象 作為出發點 那這些現象包括移民、人口的流動 像勞工也好或者是外籍新郎也好 那麼這些現象是已經在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楊明獲台運他們獲得了外交上的豁免權 因此就是無退開市 旁邊這位藝術家的作品 那是一個電影才有一個短片 OK,只有兩天 第一次的電影 會有更快的電影 在英文中或是在英文中 或是在英文中 由於在英文中又選擇 這種策展模式就是一個國際策展人 一個本地策展人 是希望说国际的策展人能够把他的国际经验 还有就是说他的一种人脉 还有他的资源能够带到我们就是像台湾这样一个地方 这就是2008台北国际当代艺术双连展 那里面事实上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大部分的作品都涉及到 事实上大部分的双连展都是会聘用国际策展人 那我们用双策展人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台湾策展人 就是说希望说一个这样一个国际展览不会只是讲国际化 就是把国际艺术家找来而已 因为他必须要透就是任何一个国际的一个展览作品 他必须要透过跟本地的一种在地化的过程 那你必须要对在地这个脉络有相当多的了解 才有办法做得到这个事情 我们正在搜寻日本风格的木屋房子 其实是一种一样的 这次的展览很丰富 这次的展览很丰富 就是说我们这两个策展人来说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Vasip Korten是第一个我们外聘的这些策展人里面 第一个不是由西方国家来的 他是土耳其人 那么他对于我们整个什么过去台湾的这个战后 发生的比如说经济发展 我们的贫困的状态 还有威权统治等等 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很类似的这种经验 这一次的展览除了说我们刚刚讲说探讨说这些什么跟全球化的主题有关呢 事实上展览有一个一定的一个味道 那个味道就是说希望把整个展览呢 变成是一个有它的光明面 有它的积极面有正面的一个展览 所以虽然探讨的议题非常的严肃 而且有些呢事实上是描绘一些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些社会状态 但是我们是希望透过一个艺术展现的一个手法呢 比如说比较幽默性的 然后比较有正面积极态度的 那我们在这个什么展场的配置上面呢 也是希望传达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意念